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 原先只有在1月和7、8月间 才会采收的爱玉 目前竟然进入了第三次的采收期 在台东县海端一带的山区 仍然可以看到结满果实的爱玉 爱玉农表示 依照目前果树结果的情况来看 到年底前 大概还可以再采收将近一公吨的产量 爱玉是台湾特有的山林产物 原本一年约可收获两次 分别在过年前夕以及暑假期间 但今年受到天候异常的影响 导致今年的爱玉产级拉长 变成山货 而爱玉农一早也就集结工人 上山准备采收爱玉 你们要认真看那个爱玉在场在那里 要小心看那个爱玉 找那个成熟的 爱玉农说 利用特制的工具 就可以栽采到比较高处的爱玉 而通常在采时 会以两个人一组 一个人负责栽采 另外一位负责减食 这个所有面积这样合起来 用刚七公顷 种有四千株 四千颗的爱玉 爱玉像现在这个程度 就可以采了 因为它这个花 这个一点一点的这个花 比较开 就可以采了 这个差不多有九分熟了 你太熟了 像刚才那个红色的 就不能采 可以采起来 我们要加工不好加工的 他们都一个人采一个人捡 这样才比较会漏掉 你家属一个人采 没有人捡也不行 你没有 刚刚都会配对 一对一对 这样来做工作比较方便 爱玉农也指出 栽爱玉有一定的危险性 除了都是在山坡地上作业之外 也要小心在割爱玉时 要避免被爱玉的汁液给喷到 这个这个汁会咬人 这边海拔六百七嘛 我们那边有凉过嘛 还是很热呢 可是这里有一个好处 差不多中午过后 十二点多到一点时候 它影就来了 就没有太阳了 这里气候是这样 比较 条件比较好 下雨我们就没有办法采 因为这个汁滴下来 脸到皮肤会痒 把它沾到皮肤会痒 下雨我们就不敢采了 你再采采采那汁会滴啊 滴下来再连在1515 再扩散到皮肤就不行了 全世界仅有台湾是符合爱玉的生长环境 面对气候异常 让原先一年二艘的爱玉变成三艘 是否会对未来的产量带来影响 人人需进行后续的观察才能够确定 记者陈基林海端相报导